字幕君 馬來西亞 大家好 我是奶爸 今天是三月17日 昨天,馬來西亞首相在3月16日晚上10時宣佈了控制疫情政策 而我的了解是,他要控制人流聚集活動 他有很多地方要關閉,包括所謂的鎖國 我不清楚這個官僚是否正確 嚴格來說,他是10時宣佈了之後 其實就沒有人去解釋這個政策是怎樣實行的 網上或者是所謂的表面上的政策來說 18日開始,即是明天 他是不讓本地人,即是本國人,馬來西亞人出外國 他也不讓外國人回來馬來西亞玩 相信在新加坡做工的朋友就會有一些困擾了 18日過後,究竟所謂的馬路有沒有機會過那條橋去新加坡做工 這個是沒有人可以清楚的 我現在的位置是新加坡在民東 即是我的家庭 我是帶了我家人回來看我爸媽的 趁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不知道這個政策之前 是想著回來民東處理一下東西 看看老人家 那昨天就宣佈了這件事過後 我們就縮手無策了 因為我們實在 第一,我們有小朋友在身邊 我們不可以說走就走 因為始終是要下很多東西 而且昨晚臨時臨急,我是安排不到交通的 3月18日之前要回到新加坡 即是現在就要出發了 也不清楚南北大島會不會塞車 也不清楚關口會不會大塞車 入不進去都是一個問題 當這個政策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都不敢輕舉妄動 畢竟我們是有小朋友在身邊 那我們就看看18日究竟會是怎樣 那我會盡量錄這個影片 是記載了去播出這個政策之後 我可不可以成功地帶我家人回到新加坡 這個是一個困擾 當然啦,手頭上的工作是要處理 得到公司的體諒 我老婆的公司也都有作出回應 Do whatever you can do 所以我們就盡力了 相信他們都會明白 不是我們不想回去 是因為是有些疫情很嚴重 兼且是馬來西亞政府出一些政策 我們是控制不到的 那來不及回去新加坡 是我們也都不想的 那話語講句 基本上我家民東是 食材方面是幾充足的 那當我剛才我爸爸又去街市那裡看 第一,街市是超多人的 好多人搶東西 第一人搶的是什麼?豬肉 我問我爸爸為何豬肉這麼多人買 他說只有八殺正有豬肉買 那理解吧 馬來西亞的超級市場應該是沒有豬肉賣 在禁崩的超級市場是沒有豬肉賣的 在大佛城市區的超級市場當然是有豬肉 民東的情況 在八殺豬肉就一定有人搶光了 7點多已經被人搶光了 清菜還會有一點 那剛才我九點鐘當超級市場開的時候 這裡本地的超級市場開 我是有去賣米和賣我女兒喝的牛奶 那情況都OK的 牛奶的資源還充足 菜也有 米都會有 那我賣到總算會輕鬆些 那我剛才在民東的超級市場 即是名字叫銅發 在銅發買東西的時候 大多數 我睜眼睜看 九十巴仙的會是華人 十巴仙的會是馬來人和印度人 那大家的表現都看起來很鎮定 那我唯一一個好笑的 是覺得 很多人在這裡買東西 但是 每個人都不說話 很冷靜地 很靜地 選擇他們自己要吃的東西 那我覺得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不安心 其實 其實 表面上的冷靜 其實實質上他們可能是很恐慌 他們是 哎呀我快點買些東西回來 這是我猜拆了 因為他們是 街坊看到他們都沒有什麼說的 因為 小地方始終都是 有些人情味 見到面會 會打聲招呼 聊聊天 那剛才在銅發的情況 我是見不到的 他們很靜地排隊 賣東西 走人 那這個情況是很好的 大家少說話 那口水當然不會是亂飛 那 盡量減少了大家的中招的機會 民東的居民都總算理智 他們不會買很多那些刺子 因為大多數會搶購一些食材 魚 甚至乎 大蒜 蒜頭 在那邊 是見到一大堆人在那裡 磅重 他們拿到青菜 拿到蒜頭 就會在那裡磅重 相當於這個隊伍是比較長的 民東所有的食肆 不是民東所有食肆 應該是說 剛才我 錯摩多出去的 看到的食肆 依然是生活衣場 生意也是照做 那所謂的老人家 或者是這裡民東的居民 都是依然正常生活 飲茶的飲茶 食粉的食粉 那大家的表現都還是很冷靜 生活衣場 這一個是覺得很好的 當然 希望的是 民東還是一個很乾淨 沒有被感染的地方 沒有感染的為前提 那大家依然安靜地生活 其實是可以的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 最好是打包 回家吃 那就最好了 那我就錄到這裡為止 今次記載的是 3月17號 即是所謂的鎖角的前一天 那 是的 我會盡量錄多些片 分享一下給你們 希望你們會喜歡 這一個系列的影片 再次在這裡呼籲 盡量少些出街 盡量少些聚會 多些洗手 有機會的話 戴口罩 戴口罩的為前提 是你要出到一個 很多人的地方 那 有口罩的戴口罩 沒有口罩的 就盡量少出街 希望你喜歡這條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按LIKE and SHARE 還有記得 照顧一下你身邊的人 問候一下他們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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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去市場 姐姐去家 我们会参与姐姐在新加坡,好吗 好 好,保证吗 保证 好 好